- 去幹嘛? - 打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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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 - 南投的水秀農場露營區 - 南投的水秀農場露營區 - 一直在我們口袋清單很久 - 所以很久以前就 - 有打電話訂 - 應該蠻久以前訂的 - 那時候就只剩下一帳 - 雖然今天好像高機率會下雨 - 不過還是很期待 - 這是水秀農場露營區 - 誰說? - 對 - 而且這次的帳篷不派一樣 -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 OK Let's go 出發南投 - 我們現在超早的喔 - 現在才10點40吧 - 我們就出門了 - 對 - 我們接著名車就一定行 - 水秀也是有露營車的 - 水秀也是有露營車的 - 水秀也是有露營車的 - 嗯 鐵短 哇 其實可以搭很大的帳篷耶 東西這麼多 我們這個C區它好處就是 可以比較靠近的零位在下裝備 今天的帳篷各位 Paypool 哇 冰箱有點遠 得皺一下 這時候就覺得應該要帶冰箱出門 這次設計 但是 歡迎回到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Paypool小山屋 各位 是Paypool 哇 陳泰的Dream Pan Paypool Paypool有兩款山屋 一個是現在我們借的這個 Paypool的山屋 我在說什麼 這一款呢是Paypool Light 是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山屋 那我們這一頂的話是比較大的 搭配我們這次在這個水秀農場 非常有一種森林小屋的感覺 非常的可愛 我現在有點緊張 因為我剛剛也是在 臨時抱佛教室 看那個怎麼搭這個帳篷 感覺應該不會太難吧 這一次我們借帳篷的這個 租借廠商是Naturedice 自然天堂 Paradise是天堂 他應該是想要玩這個字 我猜來 Naturedice跟Paradise的組合字 你知道嗎 OK 他們是一間就是有實體店面的一個租借品牌 他們的實體店面是一個咖啡廳 就是outdoor風格的咖啡廳 在台北市的大安區這樣 除了露營以外 他們還有很大一部分是 可能是一些登山的裝備都可以做租借 滿豐富的 他們店內的餐點什麼的也都非常的好吃 因為我們這一次就是想要租借就是山屋嘛 想要幫成太圓夢這樣子 所以就上網查 剛好查到他們家就是有可以借這個Panel的山屋 非常的lucky 剛好這個Naturedice 11月的時候就是他們品牌的一週年 他們一週年有滿多活動的 包含他們可能每週三的晚上都會有請一些專業的達人 來分享一些不同的講座以外呢 他們店內也有一些裝備租借的這樣的一個優惠服務 所以大家如果對Naturedice的服務或是說這些一週年的講座有興趣的話 歡迎下方資訊欄可以去他們的官網check it out 參考一下他們的服務這樣子 OK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把這個帳篷打起來 現在是下午2點半 我們來看看陳先生會花多久的時間來把這個Panel打起來 我15分鐘可以搞定這個傢伙 可憐喔 OK我們要來下第一隻釘囉 銀柱拿出來 有什麼領域展開是可以快速把帳篷打起來的 雞欸 對啊怎麼有攻雞啊 神奇典禮開始 全體肅立主席就位 看國歌 鐵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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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太補了 很棒喔 妳滿意嗎 我很滿意 妳真的滿意 我超累的 我們花多久 我們花多久 半條子 各位 finish 山中小屋 山中小屋 Yeah 終於完成了 超厚 超好吃 豆干 我最愛的豆干 這豆干也是超厚 超好吃 我們這次只有帶一個風扇 Cremel 沒錯 真的舒服 我這個天冰 我又耍雷了 我什麼東西都帶了 電池 腳架 相機 手機 麥克風 全部東西都帶了 昨天晚上還在那邊充電 充老半天 結果咧 忘記帶記憶卡 各位我們今天在國慶香綠 然後我們今天很早來 我們1點半左右 我們就到營區了 我們也花了30分鐘 把我們的這個 Peple搭起來了 然後 現在時間超早的 3點半而已 我們很少這個時間 已經這麼chill的在營區 就是坐著休息了 那 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 可能可以早點準備晚餐 以後我們晚餐吃麻油雞 這個人昨天特意的去那個 無印良品 無印良品買麻油雞 因為上次我們那個 無印良品料理 然後就覺得那個湯很好喝 所以昨天就 而且很多人推麻油雞 對很多人推麻油雞 對 所以我們昨天就去買那個麻油雞 結果超熱的 要吃麻油雞 我真的會發瘋 啊 只有帶一個電賽 沒有帶記憶卡 然後晚餐要吃麻油雞 甘阿醬 他有賣飲料耶 披薩 鹹豬肉 豆花 而且 還有這一個 還有烤雞耶 東烤雞 上次那個 好扯喔 蜜鏡也有 同一家的啊 他有一些 簡單的飲料 還有啤酒耶 哇 然後泡麵什麼的 餅乾 這邊也都有 然後油什麼的也都有 調味料 手工兵 四十塊 陳先生的四家工兵 我來吃一下手工兵 怎樣 巨甜的檸檬冰沙 不錯耶 現在吃冰 晚上吃麻油雞 不知道肚子會出什麼事 我臉那麼大還一直叫我長進 這樣我比較漂亮啊 我們現在要去2 我們難得今天時間超充裕的 每次都是策帳完的時候匆匆忙忙的2 今天不一樣了好不好 現在太陽還沒下山 各位我連空拍畫面都拍完了 我今天真的是效率滿分 除了像集美在這件事情以外 他沒辦法走更多了 蘿蔔工作了 他這邊呢就是有兒童遊樂區 有溜滑梯 那邊還有游泳池耶 他限3到10歲的小朋友使用耶 怎樣 你女兒幾歲 我已經28歲了 你已經28歲了 那我不能玩耶 森林區總共有A到F區 那一共是65張 等一下帶大家這樣一路這樣看過去 那草皮區的話總共有8張 然後他還有2張的露營車 然後所以他total加起來 森林加草皮加露營車就是75張 欸露營車裡面有冷氣跟電視耶 怎麼那麼好 好漂亮喔 各位露營車 因為今天露營車有人 我們也不方便去拍了 但這個露營車是很高級的那一種 而且很漂亮 然後這一區呢就是他們的浴室跟廁所 他們浴室統一都在這個 對這一棟建築裡面洗 女生的淋浴間有12間 男生的話是8間 所以引主是說是很兇裕的 然後冰箱啊什麼都在這一區 那森林系裡面會有各自的一些廁所可以使用 然後這一大區全部都是停車場 你看今天多少人 75張滿張 75張欸 每張一台車是75台車了耶 Damn欸 超多人的 然後接下來這邊開始就是森林系了 它就是A B C D E F 一路到F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是搭在C區 如果搭C區的話就不用推那個貨車 對 C區的話車子可以稍微推進去卸貨 沒錯 那其他區的話就會用推車 然後他們也很貼心有附這個推車的部分 這個水秀農場大致就是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C區 這有一個有沒有很空曠的車道 車子就是可以推進去卸貨這樣子 Hurbo 那如果我結束跟大家說我累了 累了 WOW בע 還買少菜 我的天 麻油雞湯是怎樣 那麼熱 哇 太帥了吧 給大家看一下 蘿蔔 所以這是麻油雞的肥料 就是一盤雞 OK 各位 我也有自己的價值了 雖然我好像也幫不上榜 但我堅持 要買這個 Snow Peak的價值 我是不是有冰啊 阿這個湯要倒掉嗎 要喔 這個是去血水 這個不是湯 這不是雞湯喔 真的是麻油雞嗎 真的是麻油雞耶 傻眼 另外這邊煮麵線 這樣子就完成了 麻油雞麵線 我的天 我的汗水 滾了滾了滾了 真的耶 你們有聞到嗎 你們有聞到嗎 超香耶 哇 蘿蔔也有雞腿肉耶 真好 吃飯喔 哇 哇哦 哇哦 小菜 這是什麼 毛豆嗎 毛豆跟海蛇皮 哇哦 跟雞 天啊 太補了吧 太補了吧 這一餐 開動囉 你有多愛吃毛豆啊 超愛吃毛豆的 陳泰超愛吃毛豆 海蛇皮很OK 鞋發行的海蛇皮還是略勝一種 還是No.1 沒錯 他只有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吃飽會比較乖 吃飽 乖得跟狗一樣 吃飽啊 吼 講飽 講我位置幹嘛 這是他的位置 一隻打一隻打 你是誰最可愛的巴豆 這位白目的小狗 剛剛給我直接在帳篷門口尿尿 不知道什麼意思 早安 床硬幫幫我睡好嗎 床在門櫻還有睡好嗎 床在門櫻還有睡好嗎 我們 因為昨天沒睡好 所以來錄一下 我們沒睡好 的元凶 一隻狗是其中一個 一直走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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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氣墊床 我們的氣墊床 然後它是完全沒氣的狀態 所以 我們這個水秀農場的 營地是石頭路 是因為陳先生他睡的時候會把重量撐起來 不然基本上 我們兩個應該都是睡著石頭路 然後第三個 水秀農場的缺點之一 他站跟站間太急了 不說 他的攻擊腳真的超級超 我已經很久沒有被攻擊叫死 怎麼會有人把蛋放冷凍啊 沒辦法了啦 他裡面就是一顆冰塊 你要怎麼打 都打成這樣子了 他還沒辦法煎 他就是一顆冰塊啦 我本來要做炒蛋給蘿蔔吃的 這就是冷凍樂狗嗎 這就是冷凍樂狗嗎 會不會有個都市傳說啊 營區裡面有一組 有一組路由 帶著一隻發豆路由 他們會 到處跟人家咬蛋 你們也遇過那一組路由嗎 這人真的很誇張耶 到處跟人家戒蛋耶 再來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這裡狗好多 狗跟雞都很多 那我跟全家雞狗 我要幹嘛啊 其實現在只要一組 美式大餐盤耶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很漂亮啊 你們 我們要把蜜吉桶是真的 那種變形的 好 你好請問有什麼口味 拿到冰淇淋了 拿去給陳仙吃吃 把布 是很漂亮的顏色耶 你願意加給我嗎 謝謝你 謝謝你 我願意 謝謝 嗨大家 我是陳苔 我覺得我們這次露營時間走得非常好 就是 算是蠻有先情意志的 那我來總結一下這個 網路上 非常熱門的水秀 真的是非常熱門 雖然我早上起床已經有小抱怨了一下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總結一下 它就是 它是森林系嘛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大樹 它的確很適合 這個天氣或者是夏天 因為你不會被太陽曬醒 整個也比較亮快這樣子 引主他們 有蠻多工作的人在行住 所以在引導上面 我覺得算是蠻有效率的 也蠻不錯的 它有很大的停車場 你很多森林系 是沒有辦法車停帳邊的 所以你就是得 靠拖拉車來運你的東西 但是它的C區 是可以 把車倒進來放東西的 那這邊呢最大的缺點呢 就是草 它有很多狗叫跟雞叫 所以呢狗跟雞會對罵 那這個空間就會充滿狗跟雞的角色 然後再來它站跟站之間的距離非常近 雖然我覺得我們昨天路友人非常nice 沒錯 我們也都很安靜這樣子 但是你還是聽得到就是很遠的地方 大家小朋友在一起 沒錯沒錯 我們雖然是邊間了啦 我們旁邊就是廁所了 但壞處就是我們可能偶爾會聞到一些廁所的味道 這樣 但這個也不是我們選的 這個就是印竹分配的這樣子 嗯 然後最後想要就是分享一下就是 因為我一直想要在森林系 有一個三棟小屋的感覺 所以它這次就跟Naturedice 輸了這個PayPal 沒錯 我對PayPal的帳篷的 內臟的尺寸滿意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我很喜歡對齊的東西 所以它就是 方方正正真正齊齊 真正齊齊的這樣子 如果有人在考慮PayPal這樣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 推薦 其實來說我覺得這次錄影真的是 滿Chill的 時間掌握得非常好 即便我們這次是在南投 我們開車要將近快三個小時了 但是整體我們在營區的時間是非常充足 也充裕 就是不會匆匆忙忙的 可能以前我們都太晚到 或是我個人拖拖拉拉 然後再加上又要拍攝什麼的 都會很匆忙 但這一次我們在營區的感覺 真的很放鬆很Chill的感覺 然後也感謝這個水秀農場 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露營體驗 不是感謝我 感謝陳泰把我照顧得這麼好 那我們這次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有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更多喜歡露營的朋友 那你才會趕上廁所喔 那我們這次就到這邊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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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囉 說掰掰 說掰掰 掰掰 掰掰 說明天啊 音樂